哈囉,大家早 今天幫各位介紹2021年Camry 2.0 我們的一個頂規的一個音響 8.5代的一個音響的一個功能 我們現在先發動車子 那我們看到音響主機現在開啟了 那會出現一個Toyota Logo 那我們從左邊開始幫各位介紹一下 一樣我們行駛間會出現一個安全駕駛遵守交通規則的一個警示燈然後消失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話左上角這個是我們的Home鍵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左上角這邊可以出現我們的一些油耗值還有平均的行駛範圍之類的 那底下的話是我們的一個電話 那右手邊是我們的一個電台的一個配置 上面是我們目前的時間 Home鍵的部分會看到像這樣的畫面 然後Menu的部分我們按第二顆 你會看到音源 音訊還有我們電話還有我們資訊跟設定的部分 那然後第三顆呢是我們的音訊的部分你可以在這邊去切換電台的一些功能 還有你要切換的音源的部分 來這邊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第四個呢是我們的現在會出現我們的平均油耗值等等一些的一個數據值在上面可以參考 然後底下這個呢是我們的聲音大小聲 可以在這邊調整 右手邊的這邊呢 是我們做我們調整電台 微調的部分第幾個頻道左右頻道的調整 然後我們的電話藍牙的部分 他會連接藍牙 電話 做一個接取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來講是我們沒有的 沒有支援 然後這是調整我們的電台微調用的 那這些是我們的一個功能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按Menu的部分來講可以看到 音訊點進去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我們這些 像電台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選擇他的來源 來源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AMFN還有我們的隨身碟跟我們的一個藍牙還有我們的Minocaster的一個部分 他是可以做鏡像調整的鏡像投影的部分 然後預設 底下有電台的部分還有我們電台的清單可以看到所有電台的一個清單 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切換看你想要聽哪個電台 這已經有幫你找出來了 那你也可以用手動去設定你要的電台 左邊右邊可以微調或自動搜尋 這邊都可以在上面切換 那比如說你找到像我們比如說 找一個他現在在自動搜尋 或者我們微調 這個是微調的 按一下他會跑一個 按一下他會跑一個 當你如果說找到你要的電台 比如說我們也可以在上面滑 滑到我要的電台附近 就00.7做微調都可以 比如說100.1 調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挑回我們的一個預設 預設的話你可以看到我們右邊的話這裡有好幾個頻道還可以點過來 我可以按住他新增 他就會跑上去了 100.1的部分已經預設到這邊來了 這是我們的一個電台設置的部分你可以用手動的或者是電台清單裡面去尋找 然後我們的選項 選項的話是我們廣播的一個文字的部分還有聲音 我們的一個高音中音低音還有淡化還有平衡還有音響的調整 我們點進去給各位看一下 高中低的部分可以在這邊調整 然後我們的 音響的前後左右的一個音源的部分你也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然後 一樣 一樣在這邊選項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自動音場 我們的聲音的部分 他會做調整 自動調整音量的部分 那這個是說你如果在跑高速公路來講的話他有做一些音量的調整 他這台影響主機你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上面這個是我們剛剛電台的一個功能操作的音訊的部分 那藍牙的話你就可以直接透過 藍牙的部分 播放我們的一個 連結的音樂的部分 像這邊可以連接我們藍牙的一個還有新增裝置可以看到我們的手機之類的 包括新增 你就可以 再新增加你的 他這邊都有步驟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可以按照這個步驟去做一個連結 藍牙的一個 功能 那可以用藍牙音樂給你的電話 都可以在上面接 這是Menu的部分 那電話如果你有連上去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再過來的話我們的資訊 資訊的部分來講他有是登入你的手機之類的 還有一些偏好設定 設定值都可以在這上面去做一個調整 這個是我們起步的一個速度 還有我們的使用時間 還有現在還可以跑279公里 這邊是我們的一個油耗平均每一分鐘的油耗值都可以在上面 還有一些記錄的部分 都可以在這裡看 然後設定的話這邊 有時鐘等等設定都說那個音響的設定都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藍牙的一些設定 那包括我們的音訊 一些常見問題都可以在這邊看得到包括電話的設定等等 電話還有我們的 語言 有些可以用聲音輸入的方式 那這邊一個比較特別 車輛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可以車輛自訂 那這個自訂的話 就有一些可以設定 比如說車門上鎖設定 空調設定 車燈設定 都可以在這上面完成 AC自動開啟或自動通風的模式 那車燈的部分 他可以調整他的一個開啟敏感度 還有開啟車燈的一個自動關閉的計時 室內燈的部分15秒 包括一些便利服務 便利服務 然後 車子 車子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我們車速自動上鎖 開啟 P檔 入P檔會解鎖 還有我們 入P檔的話會自動解鎖 上鎖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離開的時候 會自動上鎖 這個都有功能可以在這邊打開 以往以前都要插電腦才能做調整 那在上面這裡就可以設定了 還有我們下面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說不清楚可以進去了解一下 以上的話這是我們的一個音響的部分 那我們再過來讓各位看一下 這台車是有倒車影像 所以當我們打倒車的時候 他會出現有框框的 有倒車影像的畫面 可以像這樣 那 紅色的話跟我們保險桿的距離可以在這邊看得到 保險桿 1公尺 30-10公分 10-15公分 可以在這邊注意 倒車的時候要記得要注意 後方有沒有東西 避免撞到 那這是音響的一個配置 如果有不清楚的話可以再看一下 或者是說 在我們的一個留言區留言 看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再跟我們講 我們可以幫你再一一做個說明 以上是我們的一個音響的一個 控制的部分 那像我們這台車他有搭配 Apple CarPlay還有 Android Auto的功能 那只要你插線上去的時候 記得你要停下來先插線上去再行使使用 那他就可以啟動Apple CarPlay還有Android Auto的功能 那以上的一個功能請大家多試試看 如果有不清楚的話再跟我們說 那感謝各位的觀賞 這是今天的一個影片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一個收聽 收看 謝謝各位 拜拜 謝謝